咱们徐老师今天特意穿上了暧昧的暖色 为了欢迎我们上海来的才女 家美女 最近有位我的画家朋友很欣赏你 说夜谭说话又有水平 人长得又漂亮 你瞧人穿这衣服 100块钱一件 多好多好 哪个画家 徐北红的儿子 你还别说 画家朋友就姓于 不就姓徐 他说徐北红的儿子 最近我的画家朋友们都在跟我聊这个事 很有意思 虽然你是金融张晏玲 这个事跟金融资本有关系 当然有 多过金融少过艺术 金融大过艺术 咱们先看罗女 这一名先看画 说这是徐北红的 去年拍了7280万 7280万 就罗女说还不是别人 正是徐北红的前妻 著名的蒋碧威女士 你看画的徐北红画出来对他太太的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真的 就是徐北红画蒋碧威 徐北红画自己的 你看蒋碧威原本他是这么个型款 这么个型款 穿的这种 不穿旗袍有那么肥吗 不 就是我看过徐北红画的蒋碧威的画 然后包括他的静夜思那种画民国女性 基本上他喜欢的都跟蒋碧威差不多的身材 都是这样子 稍微带点风鱼 但是身材又比较修长 他喜欢那一款的 第一款那种 怎么那个第一幅像鲁本斯的画 第一幅那种 这是我们狼房的鲁本斯 这个模特 像鲁本斯那一份 是狼房的 这个模特是当年从狼房找来的这么一个模特 所以我记得当时好像陈丹青有个评价说指路为马 他说你早也要找个像一点的 他现在像都懒得像了 就是说造价已经造到根本都懒得去管 陌生化有美学冲击 我发现什么事情不能占钱 一占上很多的钱 7280万 他就创了新闻了 然后中央美院当年有个研修班 这个研修班十几个学生如今都是白发苍苍什么老画家了 连名写公开信 说这画不是我们画的习作吗 说怎么成了徐飞鸿了 徐飞鸿画响鼻威了 他们还要贡献了当年自己画的 说你看我们一个教室 就是从不同角度我们画下来的 就刚才说这个 大家都对狼房鲁本斯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说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说是背后弄了还是个什么褶红色的背景 而且你觉得198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刚刚 改革开放春风 刚刚吹起 没错 他们第一届研修班 然后能画这样的裸女童 是很不容易的 估计那个时候能找一裸摩也不太容易 对吧 那家伙师生欢心不悟 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吧 那是谁 我记得是袁运府 在北京机场的一幅画 就是讲云南泼水节 一直要邓小平跑去拍板才能公开展览 因为什么 今天是因为裸女 那里边云南 全国大新闻 怎么可以不穿衣服就直接上台 虽然那个是有点写意的 北京机场一号 我印象比较深 当时有几个这样的事情 而且北京机场一号这个世界是载入文化史册的世界 后来看小平同志去看了 我忘了他说什么了 反正这个没说不行 就行了 就这样 但是你说 我听他们就聊 他们说 你就说陈丹青说 陈丹青说 7,280万 那么就是冤大头 倒霉 可是我还听见一种说法 那就神了 就是说哪有什么冤大头 是你以为有冤大头吗 什么说7,280万是谁买的 谁买的 有一种分析 你不要听他说 他不会说 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 这整个就是个局 因为什么 你想中国确实是傻子多 但是见过傻子 没见过这么傻子 你7,280万 我就是一最傻的老板 我要拿这么多钱 我嫌能不看看清楚 或者至少我找个老师来给我看看 甚至不看 咱就说了 咱这个外行人 你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徐北红的老婆吗 而且这个画法 解放前根本就没有过的 这就明显的 就是那个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一般来说 人家拍卖行要有 拍卖行 不管了 这个倒是它拍卖法里边有的 你只要事先没有声明说 保证它是真品 它就可以不负这个责任 但是我们是有明显规定的 但是当然了 当然了 你比如说国际上有名的 什么科里斯蒂开卖行 苏菇举开卖行 它有面子 老实讲 要做上百年 做这么多年 它这个甭管法律怎么规定的 它要有一份信誉的 对吗 它不能随便来的 但是问题 中国现在社会多少人还要脸吗 它不要脸 它无所谓了 这就要钱 对啊 但是你说的你的意思就是说那7200万拿出来的人不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 这个拍卖厂商太多了 自买自卖 你知道吗 自买自卖 我做一个局 我说这话7280万 是吧 自买自卖 然后他就高到这个纪录了 徐老师 徐老师还是比较天真的 这个在资本市场很多 就是拖 我们俗话叫做拖 你比如说我要 我看这家公司不错 我想去买这个公司 然后我要跟他讨价还价吗 说你的净资产是多少 大概100万对不对 那我打个车 80万我买的 结果你发觉边上总是串出几个白马 那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市场上叫白马骑士 他说我出100万 我出110万 然后这时候到最终你有可能不得不200万称交 像很多这样的 你一听就急了 对 对 所以你 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我跟我这个朋友一起 我去看那个就是一个 最近一个拍卖的预展 然后后来他们拿我开玩笑 说也不知道谁也拍了微博 所以现在生活质量很低 你知道吗 拍微博说是都去看什么预展 然后他们损我 说还转发给两条留言 你这两条留言 什么留言 他们给我念 第一条是一位女士 这个女士还是表示很惊讶 就说是她吗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我说这是夸我的 他就骂我 没想到你在女士眼里这么没文化 没错 她基本上把我当三苏代表了 但是第二个是个男士 这位男士的反应 他用词还是比较礼貌的 他就说了一句 不能让人买着 不能让人买着 然后我的收藏界的朋友就说 要是群众有这个反应 以后我们卖东西的时候 可以让文涛去买 你不是不让我买着吗 对 就是让你买着 所以你就有出厂费 你比走学赚的多 举 你知道我听过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种到今天为止老婆都在骂他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是500万还是几百万 买了一个垃圾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当时汉如雨下 他就是 就天天人家都是跟着行家去 就那天自己觉得自个儿有水平了 可以了 我自己来一下 局 现场气氛很热烈 10万 100万 局 到最后 他受这个气氛的鼓舞 500万 一局 就是你的了 鸦雀无形 就剩下你了 我就在想7200万 他不可能是他一个人上来7200万 他一定有5000万 6000万 那得找好多拖 还不是一人傻 我得情傻 什么情傻 你告诉你 这个公司会有多少人 你把质膏全都带上去 没错 你把人家搞地也太弱智了吧 门涛刚才说的 让我想起上次 有一次有 мар威都先生在一起 他说一个这个 他说他在去拍卖的时候 他发觉他喊价 总有一个人出N加1的价 比如说他说他出100万 人家就出一百零一万 永远比他高一点 然后他就搞不懂 他说到最后一升起 我不买了 然后人家就兴冲冲的买走了 然后下了场 他那时候想不通 那时候人还比较淳朴 还没有什么拖这个概念 他想不通 他下场他问人家 他说你为什么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东西 所以非要买走 他说不是 我也不懂 就看你买的 所以我得买 所以我说 刮目箱看那位女士 其实还是眼镯 就是你 难道说 就好像说出书的 就叫有文化吗 开画展的就叫画家吗 看个御展的 就叫不算熟人吗 你是御师参加 你要这么看 那你才叫没文化呢 现在这年头 而且你知道吗 就像我那些朋友讲 我说不会 我说这次还有个关键人物 有人背书 徐悲鸿的儿子徐博洋 这不是假儿子吧 徐博洋说 这是我爹先父的 在我母亲那收藏多处 我做证明 但是你知道 我那帮朋友说 说他这个背书是真的吗 我说对 他会不会有人假造徐博洋 但是有照片 有照片 你看见没有 徐博洋跟这个话 还合影 但是当然了 现在能信什么 谁知道是不是PS的呢 反正徐博洋本人 现在也没听见他 说什么